但是WG这把前期中椅还是比较好配合泰坦去做事的 那OMG中椅更强势啊 这瑞兹造性前期狗熊加卡还碰不过的 你们两个对着夸对面阵容 把这把真看好OMG阵容啊 我觉得6G之前WG真的猛 6G之前WG中椅配合泰坦真的随便抓的 这点我很同意 就是WG的这个阵容更主动 对吧 更主动 然后OMG这个阵容的话 我觉得也如腿哥所说 就后气能力更强 反正腿哥是有进攻压力的 腿哥有进攻压力 我已经开始进攻了 OK 卡牌和狗熊确实前期要做事情啊 但主要的问题是 我比较担心的OMG这个阵容的一个点 是在于 我真的很少见OMG打架的阵容 不过这个阵容选出来 很符合版本 很符合版本 然后我可以需要耐心的去慢慢打吧 之前OMG前两格BO3都是很缺乏耐心 但这个阵容刚好就是可以慢慢的去打 对 而且这个阵容必须得慢慢的打 是 必须慢慢打 就你急也急不上来 这阵容 急的话就裂了 哎 我就看两边 怎么把自己的这个阵容前面的点打出来了 而右边的话 我感觉 W这个阵容真的 说实话 容错率很低 W的阵容 是很感觉很拼 就一旦线上谁被抓死一波感觉就没得玩了 是 那不来看两边第一局就要这样吧 by bwd6 好的 今天第一局 我们击队阵W 上来站位都还蛮保守的两边 全军出击 没有很明显的一个入侵举动 好像红色方W这边上下各做了两颗保护眼 两边都比较平稳 直接站位 W这首男枪的想法可能是最近就是 出这种破剑者男枪打这种AP型上单 就中后期带线队没什么办法 可能是想的是这样子 但格温其实跟那种什么酒桶凯南不太一样 感觉格温捡这种炮车加强过的炮车还是挺快的 他毕竟池率输出很高呀 对 而且真伤啊 下路开始抢线 两边抢线能力都很强 EC加金克斯 下路这把说实话给他打不起来 这布隆都选出来了 对 很难打起来 雷宝这边还带了一个进化 进化加布隆真的就是发育了 我中文 嗯 两边打野也都懂啊 这把前期是不会靠下路了 是 中路线很敏感啊 是 这把想起节奏打野肯定是帮中是最好的 是上下路都不好打起来 勾布隆 上来打着守护者的盾 反手也还一个布隆的被动 两边蜘蛛哥掉一点血 嗯 两边抢线都差不多一致 马上 两边应该都会到二 对我 下路方面还男枪先推线吧 而中路 哇 小奶油也太赶了吧 背伤其实可以两三七直接来中路一趟的 嗯 两边打野来中 成功概率都很高啊 是啊 因为对面中单都是没有进化的 而且两边中单都有稳定空 但是从打野的动向来说 感觉都是一个全刷的路线 好像 呃 赵姓还留了一组 试驾虫 小奶油在上半野区路口放了一个眼 狗熊没有路线可以抓 赵姓这个动作有点想去逮 试驾虫的意思吗 可能等一下河道谢也可以 啊 这个占卜花朵是不想 想抓上路 想抓下 抓二下上路吗 但这样的话背伤其实就在后面 如果真打起来的话 其实这个RV2不好说的 这个位置有点危险的 狗狗一技能不能乱用 哎 开机跑了 一技能往后了 狗狗狗很危险 还不太好走 直接往上捡 背伤也过来了 交完闪子 R6在背伤在远处 还得处理小试驾虫 哇这一波 只能说阿凯没有想到 就是绕后 绕得有点灵性 对绕得很灵性啊 但背伤这里也想来抓一波 是山西没有急跑了 山西六一是道啊 山西这里 感觉走不太掉了 一个位置 山西要往前地了 那这波山西要死了呀 那是无了呀 两边偶有直接也交闪 是 一线下来 BioBio打下来 那这么一来而去 我感觉 BioBio转了头 对 脚步了一下 背伤这里 是 没有想到第一波 节奏都在上路 其实还是因为一开始的 两边的站位 都是那种 没有进攻 对方野区的那种站位 所以两边都在猜 对面的开野路线 翔克斯中路线还是比较危险的 让野斧过来慢慢推一下 嗯 但真打三为三感觉 看先手 看谁先手吧 对 看先手吧 感觉中路小五 就是反对一下了 跑一下 但另一边 可大家也好像没有找到机会 上路标标这里舒服呀 一个人头 还有一个挖矿的刀 慢慢发育就好了 但删机也还好 嗯 吃完这波 先经验 其实是不辣的 双方中单前五分钟 都还有闪现 是没想到的呀 那这样感觉 打野不后面 我们不怎么会去中了 感觉等六级吧 是 翔克斯六级的波 包括小短油六级的波 都是能有起大节奏的机会 大家可以看看龙啃眼 往下半步刷 而熊的话是往上半步 这波看悲伤怎么说了 这波F6刷完了之后 是去中还是说去找 这个继续去走施甲从那个位置 而且悲伤这边刷野路线是 呃 从下往上刷干净了嘛 可以快速抢六级 找事情做的 哇 这波悲伤 不管上面去刷新的时间 从今天往下走了 而且赵世级还露头了 赵世级应该会截斗哦 下路开始打起来 抢线 先换波曲 这OMG拿到线权 但是两边的中野 已经在核道处焦火了 来 东方下路线来的 捏着一颗黄牌 这个黄牌要出手了 明中生奶油 但是悲伤没选择出动 OMG双手先打过来 看W这里过不过来 W这里位置不是 反路速度也不快啊 W可能想打的 是的 小哥斯还在切牌 这个位置先被打了一套 非伤没伤个四 两个人要面对对方四个人 在白手这边 可待阿一勾勾住 小哥斯闪先走掉 阿K这个位置先要死了 被可待阿就点燃给烫死 闪现上来给一个Q技能 后续的话 小奶油输了这个头 取经折越 可待阿这个位置也要死了 这下路的线权 OMG支援更快一步啊 导致这一波 OMG还是更赚一些 是的 这一波 OMG这边假装打小龙 然后实则是四包二 WE的一个中野 这个指挥还是转换的不错 是 只要WE动手了之后 感觉兄弟们又想动手 又不想动手 就还是下路线权问题吧 如果这波 W下路能先动的话 肯定是 W这里阵型更好 然后这四个人 是先包在一起的 是 这波小五看得太好了 知道背伤没闪现的情况下 一个WQ流到了 背伤打起来了 就我看这波的感觉是 就香格斯在切牌 黄牌粘在手上 快要期待时间结束的时候 然后背伤这边也依然认为 还没有到适合上的一个时间 对 因为下路里比较远嘛 第一时间 对 不太能上 刚才那波 其实是OMG小勾引了一下吧 假装想罗龙 然后一个转头 对 但确实在现野斜头上 下半步这一波 OMG的下路抢线 全抢得很关键 那这波打完 小龙倒是没有掉 但是瑞兹两颗头 先包快发了 小龙感觉两边目前都没有什么兴趣 小奶又回家出了一个铁板鞋 哇 这铁板鞋一出 感觉他好肉啊 真的肉 这把瑞兹感觉到无敌了 中期 手上发育的太好了 W这把是有进攻压力的呀 香格斯这边手握大招 但是瑞兹这么肥的情况下 他不太好 离开中线啊 对 瑞兹还有闪 抓瑞兹也没有那么好抓 瑞兹下路推完线 先来打这个先锋 想抢时间 打对这边想抢时间 直接Raw 这个timing 走一怪才五级 这波走一要产严厌经验 是金克斯这边六级有双招的呀 但是一直来的有点慢 两边都想打 第一时间看怎么说吧 是 神武直接踏上来 给个Q起来没有命中 他手没有勾到可南亚 给一个回信 拖到了 BioBioBio这个位置 交完自己的大招 中期报道往后走 就是山西开始 三段影的注册 差一丝没有把Bio给收掉 上来有闪战上来 给个一击的 把这边可南亚再次收掉 后续的话 OMG在不断的追进 但是没能流住残血的 这个上W这边的BioBio 但是好像先锋是要一手了 大队先站得位 但是先手没有开到人 对 如果这波南枪是个坎南 感觉还能好一点稍微 这一波Abo的一个大招 挂的也不错 对 Abo是走到中路 吃了应该吃了一点点 今天就升6了 是 W这边还想打 是 W觉得这一波 左边掉了一些闪现 好像有操作的段间 背伤这边是没有惩戒的 只是看一下吧 是的 还有点犹豫 背伤没闪没大 打不了 但这波打完 先锋 OMG收一下 而且小奶油三颗头 这个迪雷 瑞兹这英雄 为什么一抢 他肥起来之后 中期 死不了 是一个 对 就伤害 控制都很足的 然后坦度也很足的 一个支援 对 他提不了款 你这英雄 他肥起来这三百赏金 你看着眼里 都不知道该怎么提 这个局面 瑞兹确实有点小无敌 但W这边还是要找机会啊 相似这边 一直没有找到机会 去抓边吧 手握大招 但一直打的是 正面的遭遇战 而且确实 刚刚腿哥所说 就是 可能在英雄选择上 南枪的这个时间段 确实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 是的 加上三半 人马 没有换到人马 其实有点亏 就其实人马加发条 就发育一下 这两个英雄 对应期表现很好 打他的时候 给予对方 护白压力很大嘛 主要两边 第一波技能 胶部都空了 但是小奶油 这个稳定的控制 对吧 EW加EC大招 把BJ这边 直接挂到半血 就开始直击了 这里BJ确实也给了一个身位吧 给到身位 正好对我们都抓到了 画面讲回来 好像又打了起来 小五这个位置 交了一个苗苗 躲开一发痴迷了 哎呦 两边的辅助都交一个苗苗 躲对方AD的大招 但是 相似位置有点危险 原地苗苗 等一下队友的技能 伤害怎么说 三童爪蹄 挑起来 直接开心 用后卫卡住这个位置 现次倒了 可达亚虽然逃出神天 但两边是做了一波 中辅的兑换 而且下路的线 也应该要放掉了 对 要亏一点 这波MG直接 一波三打四 BJ制装了一个大招 是 强心反解区域 是 这两边辅助反应都挺快的 这苗苗都用来 躲了一个致命大招 但是 小五的那个位置 更加危险 嗯 新没有选择回家 这波塔塔兵先给吃了 拼太多了 但这个状态还是得 推博线到时候回去啊 主要 走位这边 确实蓝量比较足吧 不需要急着回家 这先锋 这个肚层前小奶油不吃了 就直接全部给招兴吃了 强心反蓝 但是背上这边 直接拿下来 瑞兹推完线先来 嗯 直接打 一个布隆 就撞着自己肉 在前面卖 还有精神多点技能 整小五玩布隆 这种英雄都 都完成了 这种形状 是 太强心布隆 对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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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波we好像终于有想法 但shanks是没有大招的 arker在旁边 pp下来 这一波 我们其实塔下要打算是有机会操作的呀 只有赵克这个动作 三级谷惑装备的呀 这波we要约 看 arker感觉点慢了 天生正路先屏蔽防御塔 看一下shanks让黄牌交到arker的手上一套伤 没能带走三级三级 三级三级 悲伤被打收了 哇 悲伤虽然天生正路屏蔽防御塔 但是仇恨没有转移啊 这怎么约啊 卡牌是根本给不到牌在圈里的格温的 是 主要arker在附近啊 对 三级还刚补过装备的 是 哇 这一波没有等相思一个大招吧 我觉得主要是瞎不知了 在这一波看一下 神甩冲击冲到这边的一个arker arker交出正位 感觉不怕你啊 小小多 哇 二打三shanks 先交闪现脱离 detur 悲伤 这边 小五一来 山几收下人头 我巍 感觉 脚身可以想向上把BP的 有点虧大了 确实有点着急了 这比 tubs 困心的一样啊 这адц十五分钟左右 技能没有优势的这种 就是 自己的伎力 第5图雅潘时 先给一下ей图 太明显了 仗 Lindsay 就是等张诚大招去抓咻吗 对 这波打完之后 格温和瑞斯这两个点都有点小无敌 其实也是腿哥刚刚讲 这波回去峡谷教者出来了 这波血强格温 是的 刚刚卡牌在格温有解界的情况下 认不到牌了 直接站在你脸上收你了 没办法 瑞斯这个发育感觉一打二了 对 山西这边 没什么压力 神话刚刚出来 阿克里在旁边 山西也被碾了一下吧 如果没被碾住的话 山西有可能和他换掉吧 决机换机可能 是的 阿克里很及时 这边Q住 但一技能没中 反手框住 给永生再给一个 不容易大招 但没那么好走 交完闪打出布隆 被动一趟直接掳死 小奶油接近暴走 被伤0-3了 在上半方面 BewBew趁乱拿了个医学塔 但中线 香格斯可能守不太住了 M7节奏很舒服 拿完塔之后 小龙可以顺势拿 还有实际码就刷新了 上路这边 山西感觉有机会退一下吧 香格斯的位置是知道的 但香格斯现在只能往上靠 抓下山西 下面区打不了 但我觉得就没靠 有眼看到香格斯去中了 山西这边还是把塔给A掉 那我说实话 如果说香格斯飞上的话 山西现在有大招 完全可以一打二 但塔B不找机会 感觉这马要走远了 是还是要硬找吧 现在虽然W局面有点尴尬 但还是得硬找机会 但M7确实做得太好了 这塔牌位置看到1200出 终于塔没了呀 对而且现在全员往上靠 现在开始抱团的一个局面下 确实这个二先锋 感觉W也得放 W可能现在还是要等一下 金克斯的一个装备吧 金克斯这边的一个 但金克斯发育严重不了 15分钟120多刀 而且也没什么肚层的获取这把 那这个先锋拿下了 应该是看有没有机会推下边路二塔吧 上路二塔这种 现在阿K的一个等级领先了很多呀 是的 这OMG现在上终于有三个兄弟 帅了 飞上右边带了 但是这一波小短游是稍微犹豫了一下 没有第一时间空住 看到可大家在后面 这一下还有大招 这一下浮温经过出手的时候进草了 这下控住又要交一个大 现在W还是得想办法找机会 要找那种OMG人少的那种机会 是 人数相等 现在根本打不了 就相似得找一下大招的一个时机吧 但不好抓呀 他上路的格温 有急跑有打不了 还是得三个人抓 两个人是很难抓死的 对 这把已经很难打了 那个W这里 嗯 主要现在W伤害有点不够 看了一下 就左边现在两个单线单人路 都是两位说的那种 需要三个人才能抓死的那种局面 但是其实OMG打对还蛮团结的 基本上都是会有人护着 想抓小奶油 小奶油有闪现的 想尝试一下吗 这三兄弟我觉得够呛 我还没去中线赶真的二打三 是的 可大V这边中线没了 对 你看中线现在刚刚往下靠 来了 直接一个RG能震起来 可大家交闪 而里面背伤 交完 往后走 交完大招还没动作 这熊 大招交完落地 动弹不得 那这下路两人怎么办 可能要越了呀 先锋一放 这塔直接没了呀 像这次开大跑吧 开大跑卖可大压了 可大压 可大压没闪的呀 是的 只能被卖了 反手永双姬愿一下 那可大压这里能跑吗 勾强 帮我挡Q 帮我挡Q 闪现给Q 哦呦 交完了精神 后续的话 大夫的电磁一丝 可大压 感受到了队友的温暖 卖了并没完全卖 再加上下路的塔也没了 而且二塔还撞了一头 其实主要还是 现在主要伊泽瑞尔加布隆 这个组合 打WG下路组 从下路开始到中路 就一直有限权 是 想要换线到中路之后 WG下路能先推线 先动 打WG根本根本找不了机会 主要这把前面 没有想到的是 WG的一个中野 5G之前没有抓过 小组一次吧 我当时想的是 6G之前肯定要 抓个两三四个字的 对 但上路那波交锋 两边打也都把自己 闪用了嘛 对 可能就熄火了 对 没那么好起节奏了 是 那现在就要等小龙 WG开始慢慢 只能慢慢拖一下了 WMG现在这个 装备很强势啊 现在游户的 很多马上就要有了 格温两件了 格温18分钟两件 是 你在这边摸起也快好了 就很离谱 现在这个格温也很恐怖了 格温打团无敌啊 就对面C位没有垂石 然后 没有垂石这种 有登楼强制物仪的话 格温切C位太好切了 根本反抗不了 对 起跑加打W 直接怼你脸上 尤其是切 卡牌这种 没有位移的中单吧 你黄牌甩不出去 对啊 所以现在确实 W还是得 尽快加快节奏 再发育一会儿的话 OMG这个阵容 就真的大成了 OMG这边算是多合 赵新和EC后期也是有用的 然后瑞姿和格温 后面都能接管比赛嘛 感觉 现在这种 就成绩可能不是很好 但对 就还是得选那种 容处力比较高的一些 英雄 就没有进攻压力的 对 就发育起来 打到后期能打的那种 是 这把W终于也选出来 确实进攻压力太大了 然后直着做事 就容易给出扩载 是 抱团推动啊 来吧 直接招 可弹牌甩 感觉有点难胖 利达B又刷 白手上海冲击 还可以余震扛一下 给一个QEQ 最后一下 知名的Q技能 没能躲开 可弹牌倒地 上路南枪能带掉二塔 QB这边还有机会 再带一波 QB倒是两件套 这把 新大刀打开 因为闪现一打 这边有一个换船的进化 直接解掉 格温这里 不舍得TP 一回家的话 高地塔可能要掉 是 但无所谓啊 这局面 刚才打破格温的 对 这个局面 边线 我们线也没什么压力吧 出巡洋点 感觉现在W这边 也就南枪发育的好一点 这一手属于那种 锦上天花形英雄 队友如果都列了 这一手很难 一个人就塞起来 就很难血中送炭 对 不像格温这种打团 有那么强的一个统治力 是 南枪排王这种英雄 主要队友 如果列势太大 他带边线也带不进去嘛 对 就感觉有可能定位比较尴尬 江鸡开始聘大龙的信号 应该去做做大龙 这个阵容 锁大龙的一个速度 也还可以 小奶油的装备很好啊 这 第三件冰心都快有了 感觉死不了啊 打他 打他只要在布龙附近 被集火 应该也没关系 唯一AP伤害卡牌 这个装备其实伤害很低的 有冰心之后 小奶油就是无敌 继续让布龙在下路 直接开run 也不管了 五点战略的一个经济吧 正面看背伤能不能抢 反而去这里不给你机会啊 反而速度还可以 但大队这边 肯定要出去做视野的 小奶油肯定看你背伤位置的 开天眼了 现在要防战 这边单纯交踢了 看小五这边吃了条王牌 反而给个大招 这边先打起来 旁边想杀小奶油 打了漫天 四个人打小奶油 打了漫天 终于打死了 背伤背格温 给切了 那龙也掉了 哇 这感觉打瑞兹 跟打boss一样 但好歹终于是 把这个人头拿下来了 是 对位拿了一个中阶刃头 但是卡牌拿人头的话 也还好吧 就这么想 不点装备 对不点装备只能 如果这个人头 给进个四的话 就会很少 就姑且是说 队里的唯一的ap核心 给点 吃点钱 好像也还可以 就感觉这把 可能香格斯 是不是得补个什么乌妖 这种东西 不然感觉打这个瑞兹 真的很难打 后面得补的 但还是得看打团 团赢了才有经济能补 对了 难靠补兵 现在感觉已经很难拖下去了 小奶油 试下坦度 嗯 但是布龙没有跟他呀 对布龙 布龙跟他的话 有可能死不了 这顿如果 对顿如果帮他吃伤害的话 应该死不了 布龙是去追人 跟格温看悲伤去了 保证龙不被抢 对 哇 比喵比喵这里很极限 这就是我的能力 这小伙计是布龙玩的 玩的是一个开团位 这个开团布龙 而且 大冰前线啊 有点小吃力 是 一分半那个大陆时间 也稍微破两路吧 左边上中都三件套了 伊泽 伊泽瑞尔发育也很好 小奶油 要不要开车转下 嗯 但主要是 对面有黄牌 哎呦 被定到了 这一波可能小奶油 会有点危险吗 阿几杰开一个大招解围 白手小奶油冲击 冲到这边那个小奶油 太高了 小奶油被秒了 哦 小奶油连死了两拨了 这波还打出了一个血手 这一波 W1把自己的点控的 一个优势打了出来 还有小五也开一个大招解围 后面的话看一下 开天眼 夏天是要飞吗 这边一个WQ 把新的血量打得很低 山西还撑了 把下路的高低塔给减了 小奶油有点 暴大 第一时间直接开车 跟队友会合一下 打V5V5 现在其实还是不好打的 可能觉得自己太肥了吧 对 也没有想到W这边 很果断地把他秒掉了 是 所有控制都接上了 对 W这波的机会找得很好 只要香克斯 带火炮的这张黄牌 就有点没小心 走到这个位置 对 自己走回来 给机会了 以为阿几杰附近 自己不会死 给大家直接闪现给他 绕开身位的一钩 直接控死了 这边 W杀心很重 但还是那个问题 就MG这阵容 选得好 就容错率高 就15个一两波 其实压力不大 主要是后期阵容厉害 就还是格温 对 格温瑞兹 后期太稳定 是 左边三核心都三界 右边的话 BW现在倒是三界 那这拼信号 感觉是 想直指下路水深 香克斯也三界 感觉W这边逼回来 现在W拉扯一下 如果再少两波 我们记得机会的话 确实还有机会再打一打 主要是 新这边的一个 金克斯发给还可以 两件半了已经 打W下路直接放掉了 BW是没有TP的 格温回去手下 B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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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G可以拿自己的 一个听牌龙 把土龙魂 哇 土龙魂再拿到 这个瑞兹 这就 很肉 这就变坦克了 但打W这把想要翻盘 确实只能往后拖 看到卡牌有帽子什么的 然后 AD神装这样子 对 就打W双C 四千套之后 确实有机会 对 有机会拉扯 拉扯的打前把 而且他等个什么 南枪神装之类的 W这把虽然一直烈死 但经济一直保持在四千以内 就没有被拉开很多的一个经济 后期确实有点机会了 但差不多有一千是卡牌 这种泡沫经济 卡牌被动 两百四十刀 差不多有一千了 确实是幸运头子 只要卡牌现在也三件套 但是卡牌在第四件 他整了个恶魔 恶魔法底 看他后面要做什么 无羊帽子这种都是可以选择的 嗯 对 我们就这边不想拖累啊 一直在抱团正在飞进 上路二塔 W这边应该不是很好守 这个放掉了 我们先给二塔先吃一下 等下大龙 大龙还有一分钟 十七级的三级 并不并有个破剑者 感觉还是打不过 真溜啊 对 哎 开天眼了 想找谁 想找小奶油吗 小奶油有闪现 第一时间没有选择 胶部有放冻住了 嗯 但这两兄弟没伤害啊 有点远啊 没伤害 香格斯交了一个精神这个位置 在压制身间 三种软一跳起来 香格斯闪现不想交啊 这三七 神交闪过墙了 哇直接冲出对方后排 可大家自己身险敌阵也倒地了 这三七还刷新了一个急跑 就不讲道理 开始狂捡 对着飞上一顿捡 两姐捡出飞上的闪现 这一手 这什么呀 这个捡的 姐姐一开 差一下还有精神 哇 这波 这功闪现 全交 我们接下来考虑一波 一波很难啊 回家有机器 很大龙吧 打大龙是最稳的 对 会打大龙吧 这三七哥 从陈甘霞到陈北 太猛了 但是这边想推水晶的话 大龙低神不一定赶得上吧 好 香格斯这边是有踢的复活 香格斯 这边肯定是要顶出来的 主要我们自己状态都很好呀 是 这边应该是直接打龙了 还是要测试一下 而且刚刚看了一下 香格斯 打不出了一般啊 香格斯这边这个位置自己有点危险啊 在等队友 小五在上面 香格斯 香格斯身上有蠢剑 呃 这波可能要先动小五吧 这波打比赶直来抢 这团打不了 哎 接下小五 小五应该 哎呦不接 直接选的兄弟们都上去 这边小奶油一个打三个 有创度三个太瘦了 这啥呀 根本死不了 这边走不了了 最后一个香格斯 那 闪见过墙 直接一波了 打比 拼死一波吧 没办法 是 确实得拼一下 混事魔王 这个 主要这瑞兹太夸张了 香格斯自己也守不了了呀 那应该是一波了 大家 应该是三十分钟之前 我们要恭喜OMG了 一比零领先 恭喜OMG先上一层 呃 怎么说呢 感觉WE确实 如腿哥所说的 就给自己射的难度有点高 对 就这种这种 你的也放在那种 就 呃